3月25号下午据媒体报道 赵本山旗下的公司已经被曝了 这个经营期满已经注销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据透露赵本山旗下公司成立于2010年 注册资金高达1亿千万人民币 公司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文艺演出啊 影视拍摄啊等等 这个令网友 另外一据网友爆料呢 这个赵本山靠二人转积累了50亿的身价 这让评论区的网友们还纷纷的 这个猜测注销的原因 称真的是因为经营期满不做了吗 是不是又办不下去了呢 还有不少网友都表达了惋惜 不过早在去年7月 赵本山旗下的公司 由于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 而届满这个三年未履行相关的义务 被相关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名单 并在今年3月份组建了清算组 而赵本山在成立之前 这个公司成立之前就非常有钱 在2010年他曾经花费2亿人民币 买了一架私人飞机 也成了国内这个首个拥有自己私人飞机的这个明星 不少明星啊都曾经搭买过他的飞机 一度成为了景点 他的女儿求求在这个直播当中还透露 赵本山的私人飞机的停机费 一夜就要2万 作为国内的成功的小品演员赵本山呢 在这个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年岁健大之后居然这个虽然不怎么这个上舞台了 但是他的事业也做得很不错 他公司投资的乡村爱情啊 以及刘老根 一个马大帅这种电视剧 获得了很好很好的收视成绩 如今的乡村爱情已经拍到第14了好像是 但是如今的赵本山老师呢已经渐渐老去 他已经曾经给观众带来那么多欢声笑语 永远不会消逝 也祝福他可以保持健康的身体 或许以后还能为大家带来更好的笑声 各位您怎么看呢 对于他注销他的公司 各位您怎么看呢 欢迎说出你的想法